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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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若華 這是桃園的美助 那剛剛聽的這個感激啊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 感激這個超級生命 感恩導師改變我的生命令 我從一個 昨天跟一個朋友聊 他是之前我們的那個 志工的朋友 然後他說他前一次 剛好那天我跟他在路上遇到 他看到我他嚇一跳 他說你以前病癌癌的 你現在怎麼可以變得年輕又 就是氣色就很好 然後他就覺得很納悶 我說我看了一本書很棒 我跟你分享好不好 他馬上就說好 因為他的姊姊啊 就是我們都一直在那個做志工 然後他姊姊就是 騎腳踏車的時候 他姊姊是那種非常樂觀開朗 有夠熱心勤勞的人 然後啊 就騎腳踏車 就是去收那個紙箱 就是被車子撞 撞了以後就撞到嘛 結果現在就很嚴重 就是什麼阿茲寒墨症 就是整個頭殼都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那天就跟我說 我們做這個好事是怎樣 然後我聽了那句話 我就感觸很深 我就跟他說我一定要改天 我一定要約你 然後昨天我就約了這個瑞文 然後我想說喔 他是一個志工頭啊 他下面那麼多人 而且那麼熱心的人 一定要給他一個很棒的分享 然後昨天分享完啊 然後其實瑞文就跟他分享說 我們為什麼那麼好心 沒有好的一個好抱 他就跟他說我們一定要修五輪圓滿 對不對 五輪不圓滿都在漏得 還有包括我們的起心動力 我們的意願都在漏得 哇你知道嗎 瑞文跟他分享完他真的聽懂了耶 他就說他姊姊非常熱心 非常孝順 但是咧 他跟他的老公一輩子就是不OK的 不OK就變成他的孩子喔 就是也都人格的發展就有問題 你看 他的兒子會不會再生兒子 他的孫子會不會也會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我們夫 就是夫妻之間的問題是 那個業力多大你知道嗎 負能量多大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下一代 下一下一代 以後我們就是一個不OK的祖先 可是我們錢都不覺得喔 還是我們還覺得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喔我這麼多好書 我都會遞應我的兒子說有沒有 其實是沒有的 一個不好的習性就造這個負能量 累累世世就傳下去耶 所以這個業力 這個負能量有沒有非常非常期待 有耶 喔他昨天聽懂了喔 他就跟我說喔 他一定要帶他姊姊當下他就答應他 他還要去去約人 他說喔這個老師這麼棒 那個瑞文就這樣很仔細的跟他講 怎麼叫漏得 怎麼叫普得的觀念 因為他本來就非常的善良 然後他就答應說 因為他今天剛好要帶姊姊 他們就禮拜四喔 就是有五個兄弟姊妹喔 就每個禮拜四就帶他姊姊 每個禮拜四就出去玩 有沒有很棒 其實他們兄弟姊妹感情非常的好 然後他就說那明天要跟我去天園三個 讓他來徹底的了解 有沒有很感動 有 難道我變可愛了 然後啊 結果有 人家就會看到 因為我以前真的很糟糕 真的很感恩這個超級生命 這個系統然後感恩這個導師一路走 來真的不停的指導 不停的鼓勵 不然我們早就怎樣震狂了 因為什麼 我們的負能量都太強大了 我們累累世世的負能量 你看我跟我先生的問題都快要離婚了 他也都知道耶 我在講什麼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你以前怎麼樣 因為我們認識很久了 對啊 你看每個人都在看著我們 所以我們要改變有沒有很重要 我們本身就是最好的視線對不對 對 所以要不要乖乖的 要不要積極努力的去接演這一場 12月22的這個音樂饗宴 我看那個 每天就很多人 就去幫忙接很多人 我覺得像廟金大概接演了 超過50個了吧 50個 50個 你看有沒有很棒 你看 為什麼 就是一個天使 然後 很多啊 像今天那個新沛啊 他已經跟我拿20張票 今天還要47張 但是也沒那麼多可以 就是說我們在想辦法 大家都非常非常認真在接引 為了誰 自己 真的 其實不要說我們在奪偉這樣 為了自己 然後也為了這個天地 就像老師說的 假如有一個人憂鬱症 躁鬱症 他會不會影響我們 他會不會有一天拿刀 就砍了砍斷砍 有時候我們就是一個 不小心就被砍到也是對不對 所以我們好 也要怎樣 別人一起好 好 那今天新朋友有沒有 有沒有新朋友 有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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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裡也有 不好意思 好好好 那 那我們還是請那個美助來幫我們 介紹一下我們這本神奇的 超級神明密碼 然後來介紹一下這個 英慰愛的這個音樂講演 親愛的導師 親愛的全球的超馬家人 我們在座盧洲精英會的家人們 大家早上好 好 好 今天聲音超有直性的 你在等大人 我今年兩歲 我加入超馬 我重生了 我今年兩歲 那我在兩年前拿到這一份愛的禮物 非常非常的感恩 感恩太陽色的導師 有這本書呢 帶到亞洲 而且帶到台灣來 所以才有這麼多的我們台灣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全球有千千萬萬的 所有的 只要用過這本書的人 都知道他的好用實用 而且都改變了他的生命地圖 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我回想我兩年前呢 我是一個持足的怨婦 那我其實很好病 但是我完全看不到我哪裡的好 那我就是一直看不好的 就是正負能量 那非常非常感恩導師 我是一個憂鬱症的患者 那我從兩年前的憂鬱 到現在呢 每天喜樂豐盛富足 我非常非常感恩導師 因為真的導師從地獄 把我救到天堂 原來啊 地獄跟天堂啊 就這樣子 方寸意念間 可是以前呢 為什麼我很想好 我也沒辦法好 因為我的能量長很低 我老是就是在低迷的狀態下 第二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缺了德之良 我這一生呢 從來沒有想過 我要基什麼德 我就覺得我很好命啊 那我再用上輩子的福氣 所以到最後呢 用的差不多了有沒有 就沒有了 用完了 我的德之良的庫存存款 就用完了 所以就開始人生走下坡 那我真的很感恩導師 這本書救了我 讓我呢 能夠重拾人生的幸福跟精彩 因為人生的幸福 原來啊 不是很有錢才會幸福 我以前都覺得我的眼睛齁 你知道嗎 S11嗎 我兩個眼睛都是盯著那個錢看喔 我覺得要錢才會幸福 我才會安心 可是我錯了 當我賺到的錢 我福德之良不做 錢不見了 然後我就一直想 奇怪為什麼是我這樣 做什麼都不順 然後就開始怨天怨地 怨先生怨小孩 通通都不覺得自己不對 我覺得我是全天下最完美的人 我說的就是對的 所以我抓整 整車的人你知道嗎 抓整車的人 那全部一竿子都打翻了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就不是我的錯 所以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憂鬱症 因為所有丟出去的負面的 通通都回到我身上 這個就是宇宙的定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然後來到抄馬 我終於知道了 當我看了地址歸之後 我就發現問題都出在我身上啊 原來我的問題好大 可是我以前都怪別人 那我就回到我自己身上 開始呢 從零開始 所以兩年前的 11月21號我接觸之後 我就發現啊 原來要幸福這麼的簡單 就趕快把愛跟感恩 帶回來自己的生活 這樣就幸福了 所以我就這樣一點一點慢慢的學 當然呢 我的習性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有時候我們還會自我感覺良好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個也是一個病 我有很嚴重的這個病 那人就是這樣 當你順了之後你就會忘記 所以來到抄馬 為什麼我們要來精英會喔 就是我們要不斷的來被提醒 然後現在的我呢 覺得 哇 滿天的星星 我怎麼那麼多缺點 以前我怎麼都沒發現啊 無知跟無明 然後呢 非常的愚痴 因為我看不到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智慧 因為我無知無明啊 所以我完全沒有智慧 我用我的習性在跟我的家人 因為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那我用我的習性在跟我的家人相處的時候 他們不會喜歡我 因為我的習性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現在呢 我發現我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先生 他們都覺得我還OK 那我的小兒子呢 也會跑來跟我撒嬌 以前我跟他是完全沒有 沒有辦法談半句話的人 就是很冷漠很冷淡 那那天呢他就是跑來 跑來我在房間我會做功課嘛 他跑過來 跑過來跟我撒嬌 我就覺得我怎麼可以那麼幸福呢 以前的我絕對不敢這樣想耶 我都覺得說 唉我每週可能這一輩子齁 一直在 我就覺得我那時候在等死 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我想以後我的小孩 大概都不喜歡我 因為都沒有在交流啊 那那一天他來我的房間 我就幫他按摩 我就問他說你工作辛苦嗎 他說嗯 我就說好慢慢幫你按摩 我就一直幫他撒嬌 然後呢跟他聊一聊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心非常的貼近 各位這個是不是富有 不是要很多錢才會富有 也不是我要抓住所有世界上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富有都在我們的身邊 那我覺得來到超馬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看得到我們身邊的富有 這樣子你就幸福了 然後我們從本身自己開始做起 再把這個愛傳出去 現在呢我們所有呢在座的家人 你們都收到這份愛的禮物了嗎 收到了 就是這一本超級生命密嘛 非常感到是齁 這份愛的禮物呢 可以讓我們這一生得到幸福 所以你拿到這一本書喔 你要很珍惜它 非常非常非常的珍惜它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本書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書 我們要幸福要做對事 還要做對抉擇 像以前我就是都亂 就是以我的習性下去做 所以就很糟糕 那你現在的果呢 就是我們以前的所有的決定 現在成為我們的果 那我們現在要改變自己 讓自己幸福 就是要讓自己做對選擇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來讀這本書 我們在這個經驗會裡面 我們讀這一本超級生命密碼 那同時超級生命密碼 也是改變我們靈命的一個工程學 所以現在我們正開始要改變我們的靈命 恭喜大家 那這麼幸福的這麼幸運的你 給自己一個掌聲 熱烈熱烈的掌聲 所以我現在來導讀一下 我請小安大哥幫我唸 我長大人現在 請請小安大哥 我們八德精英會的導讀 來幫我們 來幫我們導讀這個封面 那我們在讀這個書的時候 一定要入心入靈的讀 眼道 口道 心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重新設定我們的靈魂記憶體 讓這一些東西呢 在我們的靈魂記憶體呢 入心入靈 然後帶著我們這一身 越來越圓滿 然後同時 身身世世也更圓融 小安大哥麻煩您 好 那我們來開始導圖 超級生命密碼 一本生命之藥解開你我千年迷過 那下面這邊有 揭開生命秘密 即得同生樂趣 量身塑造太陽光般的光彩 身後宇宙豐盛祝福 造出浩瀚星空陰陰其行 引領拾起宇宙能量 改變生命地圖 呈以光的祝福 啟動生命奇蹟 在你開啟本書密碼的同時 永恆生命的智慧與靈靜 即將一一被展開 持有本書能量生命 極以圓滿 輕鬆擁有密碼之妙 揭開所有的藍題 淺顯易懂地告訴你 光的神秘作用力 令你視視如意 作者是我們的太陽聖德導師 請翻過來 導師簡介 太陽聖德導師 主修電機工程 縣旅基美博 自幼洗邪宗教真理 十四歲時由耶教入門 開始幾十年的心靈追尋之力 涉獵包括了佛道儒約密 2005年齊毅恩斯仁德區 開啟了靈性管道 超越身心靈江界的翻致 使其靈性層次有了突破性的躍升 近年來自立為人們解惑 提升心靈素質 是為深受敬重與信賴的 身心靈知行導師 在身心靈領域 著有多本的華文和英文的書籍 讀者遍布全球 其在世界各地無數次的行為演講中 舉辦各類的主題培訓課程 接受到廣大的分享 無數的人因此扭轉了命運 獲得真實豐盛的人生 目前為天然我知行之購 西購的負責人 美國催眠師協會認證催眠執行師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精神導師 感恩 感恩 那再接下來我們第一頁 有一個老師的著作 這邊底下一行 恭喜燦爛生命 將隨著你這次逐步深入而收穫萬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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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請翻過來第三頁的左邊 這個大太陽裡面還有小太陽 我想我們今天會在這邊 所有的草馬血眼都是希望 擁有書上所說的十五項的喜樂豐盛 讓我們一起來滿送這個 你必須擁有病患風這分數 如果你想今生擁有已變豐富成就 全家人身體健康平安 屠宰悲病所苦 事業工作均能順利得益 財務自由萬事俱足 生活富有心想事成 婚姻愛情隨時甜蜜 為人顯現難題優解 不再被任何煩惱折騰 遠離小人的各種獨愛 跳過任何瓶頸或混酒 自由享受天地之愛 家庭幸福而予成績 居住環境失蹤於安吉祥 靈利友善社會和諧 世界無奈殷下太益 感恩大家 感恩老師 感恩小恩大哥 這一些呢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的 你們想要嗎 想要 真的嗎 是 我們舉手來公正一下 有個手就有分你知道嗎 大肚子有分 那上面就寫著你必須擁有 而且要貫通這本書 所以現在你看看你自己 就說我也看看我自己 如果我覺得我的生活境 還有哪裡還不太滿意 或是不太順利的 就是我們還沒有讀通這本書 所以我們人生所有的解答 都在超級生命密碼 所以我們要把它讀通 讀一次會不會通 一定不會 除非我們的孜孜充盈啊 過目不忘啊 然後呢 通常我覺得我不是啊 我都要覺得 人家做一遍 我寧願做一百遍 我都要把它做好來 情能補 我覺得我是這樣 那這一生呢 碰到超馬是我們非常殊勝的因緣 我們可以因為超馬 改變我們所有的因果輪迴 而且是一勞永一徹底的解決 你們要嗎 要 那所以我們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欸 你要怎麼收穫 你要怎麼栽 我們要吃菜 要不要去種 要不要 要 還是說 這樣就來啊 沒有 天底下沒有這種 這種 所有的都是要我們努力 那所以在超馬 導師給我們最方便的 最簡便的天地廟法 你做一可以得十 做十可以得百 這樣有沒有很賺 那是因為現在天地要收緣 那我提一下我們昨天去那個 拜訪我們家人的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要邀約12月22、23號 導師要回來了 我們好開心喔 你們開心嗎 開心 這個禮拜六導師就回來了 你們一定要到天園 你也可以來桃園啦 桃園是看螢幕啦 我們要在桃園 我們要陪著我們家人 那有人要到台北呢 就自行過去了 導師要回來了 導師呢 能量滿滿喔 真的是把愛 導師就像一個太陽一樣 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太陽 導師就是太陽 24小時的守護著我們 那美助呢就是 接觸超馬之後呢 我那麼嚴重的憂鬱症 照說啊 我這輩子可能吃藥 跑不掉啦 一直吃藥 那因為我是護理人員 我不要吃藥 我就一直想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我啊 後來我就拿到了這本書 那我用裡面所有的方法 我做了15天 這裡面有9大心法喔 我做了其中3個而已 做15天 我就發現我50幾年來 情緒不穩定的狀況 居然穩定了 我心裡面想 哇真的可以幫人耶 可是我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啦 我就繼續做到現在2年 我整個情緒是非常非常的穩定 我先生呢最近都這樣說啦 他說 哇你現在打不還口 罵不還手 打不還手啦 罵不還口 我剛剛講反了對不對 趕快修正 趕快修正回來 然後呢 這就是操馬的魅力 我以前呢 是他講一句 我要講10句以上的 沒有講贏他怎麼可以 你們覺得咧 輸人輸丁啊 輸丁派換臉 公屬老公 我是這樣子的壞習性 所以我來操馬 徹底的讓我的整個的習性 做一個小小的修正 讓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所以說 我除了做裡面的方法之外 我穩定了我的情緒 我知道這可以救人 同時呢 我也不斷上導師的課程 我也去美國上導師的課程 那導師在台灣的課程 我一定不會錯過 我一定不會錯過 因為呢 平常我們認真的 照著導師的方法去實修 如法實修 那導師再回來 整個你的進步是要升的 這樣有沒有很棒 有沒有很棒 然後呢我們12月22號 這一天呢 我們是一個深度的身心靈音樂響夜 導師呢真的不惜重金 一定不會錯過 他請那個費玉清的製作團隊來 你們就可以可想而知了 然後那天請了誰呢 我們會看到 向慧玲 江 江志峰 小百合 還有 徐景春 來唱導師著作的20首正能量的歌曲 洗滴我們的身心靈 因為剛剛我提了 我習性這麼的重 如果我沒有進化這些習性 我不可能會幸福的 因為我會不幸福 就是因為我的壞習性 那這些壞習性調整了 被進化了 是不是會越來越幸福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天呢 您一定不要錯過 我常常說 我們不要 不要到美國去 老師都已經來到台灣了 你們怎麼可以錯過呢 我三次坐飛機到美國去上導師的課 真的 十幾個小時很久耶 但是值得 因為你找到生命的價值 現在每天都開心這樣有沒有很棒 給我一千萬 我也不一定會開心 你知道嗎 真的是這樣 那12月23號第二天更重要 因為這一天 導師將帶著我們做彩虹大法 我剛剛說 我只做了老師的三個法 每天做 我的情緒就穩定 然後整個生命地圖都改變了 那何況是這個彩虹大法呢 更棒 舉凡爭議 我們要不要更進步 要啊 爭議才會有智慧啊 再來消災 襲災 再來 大家最愛的 金銀財寶 一直滾向你 這樣有沒有很棒 富有再富有 所以這一次呢 導師真的很慈悲 教我們大家 彩虹大法 欸 報名的舉手一下看一下 哇 大家都報名了 恭喜大家 還沒有報名的 趕快跟我們 若華 我們手上都有現成的票 趕快買票 買下來之後呢 那一天呢 你就好好的接受洗地 讓整個天地的能量 愛的能量流 在你的生命中呢 注入非常非常非常滿滿的愛 所有的事情就解決了 我就是用天地的愛 導師的妙法解決了我 萬年千年的因果 聽過我的故事的人都知道 我那個太難解了 居然都解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那我希望把這一份 導師傳給我們的愛 也傳給你 你收到了嗎 收到了 傳給你們喔 所以你要收到喔 收到 我們大家好好 一起在這邊 我們來努力 學習 讓我們的今生 勝反如意 更加的圓滿 感恩大家 哇 導師禮拜六就要到天園教授 你們知道嗎 導師為什麼要回來 因為愛 很感動喔 老師那天 上禮拜跟我們說 他上了 他那天不是上了四個小時的工修嗎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他上到凌晨啊 半夜喔 然後也沒吃晚餐 然後他說 為什麼他要那麼認真 因為愛 哇 很感動 感動到 我就覺得到現場 就覺得人量滿滿的 居然有一個人 這麼的愛我們 費勤忘食耶 就秒秒的在提醒著我們 要給我們什麼最好的 所以一定要 禮拜六有空的 就一定要到天園 導師就會到現場喔 那 我現在首先想要請一個同學分享 他每次在分享都說 好妙喔 好妙喔 他來接觸才半年喔 一天到就說 你知道有多妙嗎 好來 快點 他的人生就因為這半年 完全改變 從一開始來 他真的滿心的那個心事耶 現在就說 好妙喔 好妙喔 來 怎麼妙法呢 導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感恩導師 感恩宇宙天地 真的是進到超馬以後 改變我很多 我自己改變 重要我家人 我的親戚朋友都改變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比插頭香還要厲害 我那天突然看 想到我為什麼會被療癒全力 因為我5月7號在停車場拿到療癒全力 我為什麼會被療癒全力打動 就是因為我打開看 他說 從此就是有比插頭香更棒的體驗 是這幾句話吸引我 然後我就開始 每天每天不停地看 那本書就像吸引力一樣 一直吸引著我看 那我覺得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 我的那個身體的狀況 這半年來嘛 因為我之前大概20年左右的時間 就一直都有被那個胸部的纖維囊腫困擾 然後因為也 雖然是良性的 可是那個還是很 就是會有一個 算是一個心病吧 會每年都會都會回醫院去檢查 那最近這幾年就是半年就要回去一次 因為已經是被就是 醫生說我是高危險群 那我在去年 去年的時候有發現那個 不光是纖維囊腫 已經有出現蓋化的狀況 大概有10元硬幣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區域裡面 十幾二十顆的那個蓋化點 那個是很就是還蠻不能掉以輕心 然後後來我這半年來 我也沒有特意的有去做一些回向 那只是說就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參加超馬的活動發書分享 然後參加基因會上導師的共修課 就是通通所有的我只要能參加 我一定是不缺席 那十月底的時候有再去三種做一次檢查 竟然我原本的那個十元硬幣那個蓋化點裡面 只有三顆的 只剩下三顆小小的 小小的那個蓋化點了 本來就是兩張照片對照 對照在看的時候我當成就哭了 我覺得我真的很感動天地 很感恩天地給我這個禮物很感恩 因為本來是十幾二十顆還有幾顆很大顆的 通通沒有了 就這一次十月底的時候再去做檢查 那很妙的是 我上次也是在差不多十月份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跟 我就想到我外婆啦 我外婆九十幾歲了 她因為失智 然後她現在她也聽不到 然後眼睛也看不到 她現在都是幾乎默默地自己坐在家裡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她 我覺得很心疼啊 很不省 因為我外婆我和我哥哥從小 就是我外婆外公外婆把我們帶大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她 我覺得真的很捨不得 她現在都活在她自己的世界裡面 也都不講話 也都不起來走動 我就想到 後來我就跟若華請教 我說我真的很想 很想給我外婆就是 因為我在超馬裡面已經有很多的驚喜 我想說我的家人 我也希望可以給他們 帶來一些很好的改 就是轉變吧 至少雖然我外婆她年紀大了 真的希望導師講的 近人是聽天命 因為她的身體 技能各方面其實也都衰 就是有衰退了嘛 退化了 那可是我真的希望她能夠 在她的世界裡面 她現在這樣子 我希望她能夠好過一點 那跟若華請教以後 若華她就有跟我講 她說那就做工的回向給外婆 那我就自己在心裡面默默的 我都沒有跟我父母 沒有跟我家裡任何人說 我就自己做工的 然後回向給她之後 很妙 大概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媽媽竟然在我們家族的那個群組裡面 拋出我外婆 手舞主導唱歌跳舞 她自己在那邊邊唱邊跳的那個影片 我看了好感動喔 她就很開心 表示她的就是 她的靈魂或者是 真的是有療癒到 有接收到我給她的一些訊息 她就在那邊又唱又跳 我看她也是真的很感動 進入超馬我覺得 就像真的就像導師 在那個療癒權力裡面寫的 就是真的就是插頭香的感覺 你就不需要再去外面什麼拜拜 或者去求求什麼 只要往內求 你的一切都可以得到改編 然後導師 參加導師的那個 每一次的講座 我覺得那個提升是非常大 像我6月2號 就那個時候 進超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可是我毅然決然 就買了6月2號 6月3號導師在板橋的那個 那個講座 我就去聽聽了以後 然後也是就開始慢慢 開始順起來 我的家庭我的小孩 我的父母 然後8月26 我也是帶我父母去參加 導師的講座 更妙的是 參加完導師講座之後 我父母的身體 因此而改變了 他們原本的病痛都消失無蹤 我覺得好感恩 那我很期待 導師12月22號 23號這一次的講座 一定會更棒 感恩謝謝 要想一下 爸爸媽媽的病痛是怎樣 改善 來 我爸爸 我爸因為年紀也大了 80多歲了 因為他身高很高 然後他 每天到了下午 他都不太敢走路 他幾乎都坐著 因為他說他走路 就像踩在棉花上 輕飄飄的感覺 他會怕 因為他個子也高 所以他幾乎不太會想要出去走 然後參加826的講座之後 因為他們就是把那個 他們自己的問題寫在單子上交給老師 那老師之前就有說 沒有當下解決的 相關單位都會做一個處理 其實當時不太懂 什麼叫相關單位也會做處理 可是反正知道導師講什麼 我就聽 我就跟我爸媽說 你們就把問題寫上去 相關單位會做處理 結果真的喔 回來 從台中回來不到兩天 兩三天的時間 我爸爸頭暈的現象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媽媽也是很妙 她也是把她的問題寫在單子上遞上去 她是腳會痛 實際上她是因為水腫的原因 她的腳會痛 她就寫得很簡單 她說她的腳會痛這樣子 到了下午有的時候 就會腳會痛 她就也是遞上去 遞上去之後 回來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有一天我看我媽媽坐在沙發上 就是在發呆 我就問她 我說怎麼了嗎 有什麼事情 我媽媽說沒有耶 她說我只是覺得好奇怪喔 她說我的生活作息沒有改變 我的飲食也沒有改變 我所有的都沒有 通通都沒有改變 可是我的腳 水腫怎麼消了 她自己坐在沙發上 在看她的腳 然後我就去按她的那個腳上 真的都不再像以前那個水腫的狀況 你按下去然後彈不回來 都沒有了 然後前不久我還打電話回去問我爸媽 我說欸那你們現在都很OK嗎 我爸媽說都很好 非常好 沒有任何問題 自從826之後 他們的那個身體狀況得到改變以後 到現在都是這樣子 我媽媽也 她是因為之前水腫看起來有點胖 她現在後 後來她就是整個都瘦下來 我爸爸還在笑她說 哇你瘦了欸 實際上不是瘦了 是她的水腫都消了 對很感恩真的 改變很大 所以只要導師的課程 我覺得大家都一定要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參加 對自己受益無窮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謝謝感恩 哇 有沒有很精彩 有沒有很妙 就是一個妙 好妙喔 好妙喔 真的好妙喔 你看連90幾歲的外婆都還可以手足舞蹈 妙無妙 超妙的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這一本 超妙的神奇的這個超級生命密碼 我們請這個瑞文好了 今天把我們14張 從這個185頁中間的這一段 我在前面的章節中 然後請你從 把我們倒圖完 來 我在前面章節 不時提到地球上的 我在前面的章節中 毫無保留 對嗎 蛤 好 正式宣布在185 我在前面的章節中 毫無保留地教導大家 讓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的諸多方法 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處在困難和煩惱中 那些諸事不順萬念俱灰的朋友 能立刻地走出黑暗 進而大家心手相連 將人類在未來可能面臨的災難和問題 迅速解決掉 並且落實做好我們應有的準備和義務 不再跟你我的去愛與感恩生命的一切 讓大夥一起從歪斜的軌道跳脫 杜絕諸多悲劇的發生 這樣做不單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幸福 也是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 付出真正的努力與貢獻 挽回人類和地球走向諸多不幸的可能 宇宙天地已經給了我們許多醒悟的機會 並且一再拖延災難的發生 希望人類可以在各項事實結果中 學習和領悟我們必須要迅速完成了每項工作 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花費在無謂的戰爭和防堵恐怖行為上 因為那些都是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當大家將愛與感恩這兩項重要的密碼發揮得淋漓盡致時 世界和平就不再是一個天方夜談 而是大家齊心努力的共同結果 我們和後代子孫也能擁有這片得之不易的祥和土地 去抑鬱未來幸福的一線生機 我們不必花太多的時間去研究那些地球將如何毀滅的諸多說法 因為在宇宙運轉中 就算是已經認定的事實 永遠都還是有改變和轉換的空間 而在人類現今的智慧和科技中 很多不能解釋的轉變 在宇宙中竟然是如此的簡單 但是決定點還是我們人類究竟有多少的籌碼 號召所有的人心產生正能量 不再影響地球運行的軌道 以及宇宙產生諸多負面的能量吸引 只要我們現在一心一意的推動 愛與感恩這兩項正能量 起始回生的事實 就將在你我眼前演化出大火的期盼 這一回我們可視在同條船上 神也別想逃 我們只有我們立刻正視問題對症下藥 便能老老實實地換回真正的歡樂與幸福 好 先來一起唸 我們不報見成知識 沒有智慧做根基 往往變成造惡的淵源 所以正確的邏輯觀念 才能帶動生生世世良性的循環 愛良生的老師 是 好 感恩 那大家請瑞文來幫我們做分享 瑞文每個禮拜驚喜一點點 而且都是非常大的驚喜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指肉跟補的做得非常的確實 好 那請你來幫我們做分享 好 感恩天地 感恩太陽公公 感恩導師 感恩超馬家人大家好 好 我是三月份進來的 然後我那時候是為了經濟而來 因為我的那個良家每個月要我負擔 六萬多塊錢 那我負擔不起 然後我媽媽有一塊地勢委託我管理 那個收成啊 根本不夠 像那個冬天的時候 收成只有三千多 然後呢那個收成呢 根本不夠 應該說我每個月 每兩個月 我就會透支差不多六七萬塊 根本就不夠 然後我過去的半年啊 我透支了六七十萬 然後我都不敢讓我老公了解 不敢讓他知道 因為知道之後 他會罵死我了 給他瑞熙 所以呢 我那時候三月份來的時候 我是為了解這個問題 然後解著解著 就變成 因為若華跟我講 你真正要解 你的經濟 像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那個經濟問題等等 還有子女 那個都是外顯的 所以外面的一個成果 一個顯現 一個進的那個顯現 最主要就是自己的五輪 跟起心動念 一定要把它五輪圓滿 然後自己的起心動念 要注意不要漏德 老師有講過德庫 德庫呢 你一面做功德 比如說發書啊 或者是你去捐什麼物資啊 那些都是在補的 可是呢 你一面的五輪在破洞 流出去 那你怎麼樣都補不滿 你很難看到那個 老師說的那個境界 就會很難 然後我之前 我在上老師的課之前 我沒有注意到 我只知道聽若華講說 要五輪要圓滿 然後我就勉強自己去試 反正試也不用錢啊 如果能夠有一線升級的話 我就試 我是以這樣的一個概念去 那我想說 反正差馬就是教人家 做人要 就是老實做人 做一個踏實的人 就是做一個真正的一個好人這樣子 啊所以我想 不管有沒有成功 不管有沒有顯現 我把自己做的這一塊做好 也是應該的 對不對 做一個好人是應該的 那老天爺會不會給你那個願望達成 那個就不要去想了 可是在這之前 我會很慌亂 因為畢竟經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呢我都去發書 我都去發那個療癒前例 跟那個欠聯職業去發 然後回向 請土地公 請那個太陽公公 回向給我的茶園 讓他豐收 那的確都很豐收 真的每一期都很豐收 可是呢我會心裡覺得很不踏實 每一次都這樣子做 感覺好像很 有做這麼有 沒有做就沒有了 我會感覺到那個是很虛的 然後後來一直到我把五輪都剪開之後 五輪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我的父母關係啊 還有我的老公啊 我的公婆啊等等 我這些呢 我覺得有遺憾的地方 我都去和解 然後和解完之後 茶園這一塊啊老實講 就從我的心 他的收入這一塊 就從我的心裡面啊 真正的就是一塊大石頭就搬掉了 我們不會再去慌他 就是覺得說啊他不夠 就不會有這種慌的感覺了 那我講一下這一次喔 兩個禮拜前 就是剛好有 又是檢查清的日子 那我沒有回去 因為我是兩個禮拜才回去一次 然後 我們都是有團隊啊 就是那個 那個 器座的那個廠商都是有團隊 就是各種東西都會有人負責 連檢查業都會有人負責 我可以不用回去 但是呢 我會請我的外傭啊 或是我子女傭 剛好回家的時候 剛好遇到在檢查清的日子 會請他拍照 然後上個禮拜 我的那個 器座的那個廠商 他跟我講說 我的茶喔 是目前這一區裡面最豐鬆的 平均啊 他說平均比較不好的 一分地才收三四百斤 然後比較好的 一分地收八百斤 那我的茶園呢 一分地收一千億 差很多 差很多 但是呢 他有給我扣水中 他有給我扣水中喔 我想為什麼要給我扣水中 我就問了啊 他說 他就拍給我看喔 你看到現在都在滴水 他就是那個在那個茶車上面 就還在滴水 他就拍給我看 他想說我要給你扣 也要讓你幸福 對不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他就LINE問我說 你應該前天晚 你昨天晚上有灑水吧 我說沒有 我跟他說 我前天早上灑水 是因為是每四五天 冬天你就是要灑水 正常的 正常的那個形式 並不是因為我要賣給你 我才故意去灑重一點 灑水 然後他就這樣講 那我也想說 算了 反正就這樣子吧 對不對 既然人家拍出來水那麼重 對不對 然後我後來 隔一個禮拜 我最近這個禮拜 我回去了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一回事 水怎麼會那麼重 然後我就 我就 我就拿著手機 然後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平常我那麼早是不會拿手機 我竟然就拿著手機 然後我就去看茶園 那時候還不到六點 那太陽光呢 微微露出一點點 太陽還沒有升起喔 我就看到我的茶園啊 你們看你們 你們想像嗎 我看到什麼 我的茶園 彩虹 一層白白的霧 飄一層 白白的霧喔 你們知道嗎 那個在南投啊 已經有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都沒有下雨 所以才會大家的收成 不好 因為大家也是會灑水啊 可是灑水喔 跟那個天然的那種 不一樣 然後整層都是霧喔 都是這樣霧喔 我想看到 怎麼都是霧 然後我要拿手機來拍他喔 他就秒散 他就秒散 然後退到那個最後水溝 那邊上一點點 有被我拍到 我還是有拍到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 他有很大一層霧在上面 然後我其他地方啊 因為我們隔壁也都是人家的那個茶園 都沒有 然後我家是一層這樣霧茫茫的 難怪他長得好啊 因為有霧氣啊 然後這個地上就會變成濕濕的 就好像下過小雨 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難怪我家茶園會長得好 對啊 然後我就很感恩啊 當下就只能感恩太陽光光 感恩宇宙天地 對 然後我就在想啊 好像 好像心裡面有 譬如說每次去發書啦 或者是說來基因會護持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個感覺說 啊太陽光光 好感恩宇宙天地 能幫我顧我的茶園 不要讓我太擔心 然後我看到那個景象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很驚訝 那感覺是什麼啊 啊怎麼會我家茶園一片那個霧 然後我要拍他馬上就秒三就不見了 但是就是讓我看到了 我當小學人原來就是這樣來的 人家都兩個半月不下雨 那麼乾燥收成不好 我家還是那麼的豐盛 這應該就是答案吧 不然你說 你說澆水大家都會澆水 你說灑藥大家也會施肥 大家也都一樣 怎麼會差距這麼大 所以我就覺得啊 真的是很感恩 然後以前啊 我那時候剛 一直到七月八月的時候 我呢跟大家都一樣 我一面做也會一面慌 到底有沒有成果啊 到底我們這樣做對不對 這個方向對不對啊 其實都會疑惑 到底會不會 可是又想 反正就是學把自己的那個 做人這一塊啊做好 反正也無法 我們就繼續做 對不對 然後老天爺要給我們就給我們 我後來就不想這些 反正就是乖乖的做 傻傻的做 該把自己修正就修正 老天爺要給我們 就自然會給 就不要去想 你一直想 一直求不得也是這種苦 那種感覺應該也就是負能量 對 所以你一直在想這個東西啊 一直在跟他計較 欸我今天做了多少功德 我今天怎麼樣 啊怎麼沒有 當你起這種念頭的時候 所以老師書裡面有講 你越計算就越 越少 所以就不要去想啊 對啊 像那天那個 上個禮拜阿佑姐 跟我們去那個板橋 他後來 後來跟我獨處 坐我的車的時候 我就好佩服他喔 他說 啊就是把那個人喔 做人做分分 做好就好 阿佩會怎麼都歪想 我就好有智慧喔 真的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再呼應一下那個 剛剛那個 小太陽張記 他剛剛講的 其實真的會不求之得喔 你不用去想 他真的會不求之得 像我子女大家都聽過嘛 我子女就是之前 一百塊讓他去找東西 都不會 連計算都有問題 可是我現在回去啊 我發現他更穩定 他那個老師交代他的功課啊 比如說要做什麼 像大學那樣子做一個什麼 簡報 要報告 那是好幾週以後的事情 他就已經在找 在做 然後在做PPT 做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呢 我媽媽欸 像他現在就是對阿嬤很孝順 然後 填裡面的事情 他會幫忙 然後自己的功課也不用我盯 其實之前我有擔心過他 那擔心也是個負能量 那我忍不住要擔心他 那怎麼辦 我就去懺悔 懺悔我 引起我擔心我子女的健康 跟他的那個那個 那個讀書問題的負能量 我就把他懺悔了 那懺悔我就不再想 然後我發現他自己可以更好 那現在阿嬤啊 也很滿意他 像我們那天 禮拜六的時候啊 我跟我子女 帶著我媽媽去那個 兩個月固定的那個 護檢 對那個 護檢那個門診 心臟個心肺 然後我媽媽 她以前都會跟醫生講說 我這個女兒 現在在哪裡做空氣 反正我媽媽會覺得說 我是驕傲 她現在不是夾步 她搶我子女 她說她怎麼會這樣 她說 我這招我孫子 十五歲而已 她現在在哪裡做護士 她抠錢 抠了什麼 然後到時候 在跟醫生講這些 我想以前不是講我嗎 現在不是講我 對 然後阿嬤還問 問問我子女說 跟你一起坐鑽車回來 那一個啊 那個同學考幾分 然後我子女就愣住 考幾分 我說你講一顆國文好了 她考五十九分 那阿嬤就說 那你呢 你幾分 她就講她幾分 那阿嬤就好開心喔 因為以前阿嬤是 不讓她去讀 讀書 因為她覺得她沒有用 她覺得那個是浪費錢 然後叫她做事情 都哈哈聽我 所以她不想摘別 她覺得那個是浪費錢 然後現在阿嬤很開心喔 竟然可以去跟醫生 炫耀說她有一個子女是怎樣 她一個孫女是怎樣 然後再來就是我姐姐 我大姐 她本來很很嫌惡 我子女 那一個一個弱勢的人 到哪裡好像都會被人家 嫌棄 然後我我大姐只要講我子女 她說她自己還講喔 我不是看她很稀 我也很偷牙 她就自己這樣講 可是現在不是喔 我跟她談說 那個疫情現在的功課怎麼樣怎麼樣 我意思說還可以再更提起來更好 你知道我大姐喔 她都對我講 她說她今年已經進步很多了 已經很好了 你不要對她那麼嚴格 她已經很好了 那講的時候是那種慈眉善眼在講她 然後她那個從籃頭坐鑽車下車 我姐姐很願意去載她回山上 就變成她對她的態度也是改變 然後本來會欺負她的那個 我大姐的那個女兒跟那個那個兒子 本來對她講話就是 都叫她阿爸耶 你知道嗎就是講話都很很鄙視 那個叫鄙視 因為沒人愛的小孩嘛對不對 啊又什麼東西都不行 啊現在不是耶 講她都會講的 哎呀一廷那個東西這個給你啊 哥哥這個給你 姐姐這個東西給你 喔教你要怎麼辦你知道嗎 就那個態度是會不一樣 真的真的有時候不用去管別人 自己轉了 那些你的外境啊齁 我都感覺那個像齒輪 齒輪轉了 那車子那個齒輪 有沒有腳踏車 我們都騎過腳踏車對不對 那個齒輪離一個輪子呢 那個齒輪方向轉了 跟你互動的就會一個一個轉 那個方向會轉喔 那你的力道你要轉得夠啊 不然你怎麼轉得動他們 因為他們也會轉啊 所以你那個就是那個 若華以前跟我講的 你的那個能量啊 你要提起來 你轉的方向要大過他們 你才轉得起來 你如果擔心你的子女啊 不聽話啊 或是說健康有問題啊 你除了說回向給那些負能量之外 你本身的能量 你要夠 你才轉得動他們 他們才會跟著你轉 固定的方向過去 這不能忘 因為 因為你光是 和解 某一個負能量 那只是那個點而已 那你本身呢 生活的那點點滴滴 每一天日子要過 那你要轉 那要轉的話 大家都知道 五輪要去和解掉 再怎麼不願意 就是去和解它 那再來就是起心動念 我個人覺得最重要 我個人覺得很重要 起心動念 一個腦袋裡面閃過的不好念頭 因為我自己有感覺 因為我從導師八二六之後 我就開始把那個意念這一部分 每次都去察覺 然後去把它和解掉 我就覺得我自己的那個家庭方面啊 好像讓我感覺更舒服更好 然後什麼是意念 不是我有打人啊 罵人做壞事 那個才叫做硬 你的起心動念 其實就是一個無形的 一把刀 嘿 那譬如說我昨天 我應該說我前幾次 跟若瓦去那個板橋的時候 我們開車啊 就顧著聊天嘛 然後就被後面的那個 那個卡車叭 然後我當下的反應就是 叭什麼叭 我的直覺喔 我又沒怎樣去叭什麼叭 然後若瓦就會提醒 對沒有啊 然後若瓦就會想說 沒關係沒關係 都是我們的錯 都是我們的錯 然後我當下就 好好好都是我的錯 但是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爭著去 去探討自己這一塊喔 然後昨天 我跟我同事去做志工 去送物資的時候 欸 又被扒了 我又一這樣 又開始起來 扒什麼扒 然後我同事 他也很好 我馬上察覺 他說 不要這樣講 一定是我們有錯 要感恩他 然後我才驚覺 你看 我一樣一個 一個意念起來 我沒有去把它和解掉的時候 下次有沒有又起來 有 那我昨天晚上就趕快去 和解這一塊 因為和 怎麼和解喔 我就和 我就回想 今天在哪個路段 那個 那個 我會想像那個畫面 我會想像那個畫面 因為畫面就是一個語言 老天爺就知道 婦人家就知道 不用千言萬語 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然後那個情境之下 那個後面那台車啊 給我巴 然後我的反應是什麼 然後呢 引起我這樣子 不知檢討自己 只檢討別人的 不能量 請原諒我的無知無明 然後我如果有什麼功德 我會回下鐵塔 啊 或者是我會當下 比較快的話 我會趕快 唱送感恩視聚記 然後我會 我會有一個感覺 我要唱多久的感恩視聚記 那個感覺是自己的 這個是一個直覺 我都用直覺 就是一個直覺 然後譬如說 有時候喔 我唱個三遍 感恩視聚記 然後 譬如說 跟著老師的一個音檔唱 很奇怪喔 你知道我在唱第四遍 第五遍我不願意 我就是只肯 唱三遍 但是兩遍我又感覺少 然後多呢 我又 我本人不肯喔 我會不肯唱 那個是很奇怪 就是一個直覺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就是唱三遍就對了 而且我會覺得那個能量 有沒有 跟著老師那個音檔唱 然後那個 那個理觀想太陽公公灑下來 我會感覺那個能量很足很強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 我就是只想唱三遍而已 多了沒有 對 我會有這種感覺喔 很好玩 然後我就 我就回向 然後下次那個感覺 就是在一樣的那種情境 就不會再發生 但是有時候 我唱的時候 我唱感恩視聚記的時候 我會唱得不到位 譬如說 在工作場合 我會比較馬虎 對不對 那有時候不到位的時候 下次再發生的時候 那個東西又 你又反應又來 那我想沒關係啊 就再一次 對 然後我的經驗就是 兩次三次之後 就不會再起那個面頭 我都是這樣把它 止住 對 謝謝大家 好棒喔 其實真的是我們的錯 我們兩個都夠聊天 你知道嗎 那個大的卡車 他不是很急 然後我們根本也不太知道路 兩個還可以一直聊耶 然後他就幫我去 真的我們的錯 我們真的是沒有好好的看路 也沒好好的開車 又開很慢 因為都編 好了 不要再講我們的錯誤 那今天那個雲傑 特地從宜蘭來 哇 他們變一個人 來起來讓大家亮相一下 實在太美了 來來去那邊分享一下 你在宜蘭真的混得超好的 你們知道嗎 已經接了第二台游覽車了 那麼很漂亮對不對 來 來分享怎麼變美的呀 不要想哭 不要想哭 那就哭吧 感恩導師 感恩天定 然後感恩太陽公公 以及感恩所有的 盧州家人 還有全球的超馬家人 大家好 好 今天很感恩 我都昨天上網讀書會 其實覺得 昨天上讀書會 覺得時間不夠用 因為昨天有四個大咖的 來我們讀書會 分享 有泰山大哥 他從來沒有分享 從來沒有在讀書會 分享的東西 就是都有 讓我們 其實也是想要照顧我們 就是為我們羅東 帶來更好的那個正能量 然後我昨天跟我們那個 讀書會兒開玩笑 昨天我有去小玉公司拿那個 趨吉卡 然後我都說 我是盧州家出來的女兒 然後我怕差 都回來這邊拿東西 然後弟子歸也是 所以他們很感恩 然後早上那個秀薇姐 他說要我要感恩盧州的家人 還有洛華 他說 你每一次都帶很多的那個光 去他們的讀書會照射 然後他說他要感恩你們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就今天來順便跟你們 就是感恩一下 竟然回來這邊 就像自己的家裡一樣 這是我一直要來這邊 向你們大家學習 因為我也是想要把羅東讀書會 把這一股能量帶回去感染 他們然後讓大家可以就是 遇到禁的時候不要退縮 然後不要畏懼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先感恩小玉 我有一個前宗教的佛堂的朋友 他有打電話 我有邀請他們12月22 他們沒有時間 可是他說他想要了解太陽聖德導師這個人 他想要了解什麼是超馬 那我就 當下我有一點畏懼 害怕 因為我想說送書給他沒關係 可是他說上來坐 這下 醉翁之一不再久 然後我就問小玉要不要去 小玉說去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小玉說你就照你在超馬的改變 去分享給他們 真的我那天在分享的當下 他們沒有不愉快 沒有臉色也沒有變 反而覺得聽得還蠻開心的 我自己也講得好開心喔 然後我在騎車的當下 怎麼覺得說 這個能量場怎麼這麼強啊 然後覺得那種分享的當下 是真的感覺喔 原來這一個就是真 然後第二個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大國最近他騎機車摔倒 蠻嚴重的 在兩個禮拜前的星期二 然後大嫂跟我講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了 然後他說那這樣我們的田 就沒辦法自己做了 然後我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一樣 委託給那個之前幫我們做的那個人 然後他就直接在家務病房 蠻嚴重的 胸骨裂了 然後斷裂 那個肋骨也斷 大腿斷了 然後蠻嚴重那時候連頭顱都出血 我當天我大嫂跟我講的時候 他說他在家務病房 我說大嫂感恩師劇區敢看念 我就給他一張透明的感恩師劇區 他說他念到睡覺 隔天 學子住了 頭顱的學子住了 然後我說大嫂你要不要去做功德回向給大伯 我說你可以去住院書 你如果沒辦法發書你去住院書 然後他就說好 他就請他兒子去做 很神奇 昨晚一個禮拜轉出家務病房 所以其實負能量要的都是功德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我覺得 我覺得我真的是有時想無時 老師常常講的 我們都知道這是負能量在討報 但是就是我子女他 就是他隔天要就是去看他的時候 在江戶病房的時候 我跟我大嫂說 你要去處理機車什麼事情你去 我可以買的我來買 然後我就幫他買 我子女看到我的第一個 他說 我說神聖謝謝你 然後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聽他講的這句話 其實我心裡很感動 因為我聽到的那句是真的 真心的感恩 然後我說神聖做得到的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不要分明是一家人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謝謝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過程 包括所有的子女都回來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神聖你現在變得很溫暖 然後我大嫂 最主要就是我大嫂 我說那你轉出家父病房 他說他要把鈔馬給我大婆 在病房的那個枕頭睡 真的他拿去睡 然後我說那你有時間 就要趕快那個念感恩師GG 他說因為我給他一台蛋蛋機 他說那個看護不讓他放 然後他說他如果以後自己顧 他要整天放感恩師GG 我說這樣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我說你要不要轉換跑道啊 好啊 因為他說我大婆他好了 他想要出來上 我說請他上讀書會 他說只要我大婆了他要來上 他一定陪他一起來上 這句話當下我聽到很感動 最主要是我大嫂 跟我子女 我子女跟他媽媽講說 嬸生送給你的書 你要記得要多看 然後在照顧爸爸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 然後我子女 我大嫂說他都看到我的改變 真的其實以前我們應該講還沒遇到抄馬 一家人真的是兩家人 然後每天收到八點檔的連續劇 其實最大的問題真的是在自己 然後我只要改變了我想 因為他們真的是 每一個人都是用放大鏡在看著我 然後他跟我我大嫂跟我講 我都看到你的改變 其實真的是我的改變我不敢說我改變很大 可是以前是兩家人 吃飯是兩家人 一分開吃一個圓桌 每人各坐一邊 飯各吃自己的 包括拜拜 可是現在是不一樣 包括現在的感情 我子女說那天他有分享說 他以前不知道怎麼去愛爸爸 因為這一個事件下來 他可以真正的去愛他爸爸 我說因為我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你還有機會可以行肖 你要記得子育養親不在 不要有分別心 我說他說他都不知道 他覺得以前爸爸沒有責任感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女兒在當下 我也直接當我的女兒講 我說因為以前我們當媽媽的 都在你們的小孩面前抱怨爸爸的故事 從來沒有感恩爸爸 所以我女兒當下也是點頭 然後她也哭 我說你還有機會可以去行肖 我的女兒已經沒有機會了 我說看到你們還有機會的當下 其實也是我們要去 就是做懺悔的部分 因為我們自己以前做不對的 我們給小孩子什麼榜樣 小孩子都一直會覺得 對爸爸的那種負面想法都有 可是現在這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們這一個家族一定會大改變 想法一定都會不同 而且會更圓滿 真的 然後再來 我要再分享一個我的女兒的部分 就是 我在社區打掃 然後我的主委打電話說 要我幫他清水溝旁邊 那個社區旁邊水溝 其實以前我覺得我的小孩很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對他的要求太大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很害命 然後我希望他可以讀好書 然後可以就是以後好出路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的女兒說 你可以幫忙嗎 就是禮拜六來幫忙 就是把水溝清一清嗎 他說好 然後我覺得 我以前會對 會覺得對他覺得 那他很不乖 然後都很叛逆 後來我覺得他這一次來幫我清水溝 我一句怨言都沒有 真的我覺得 清出來的水溝十幾代 然後那種奪錯你知道嗎 他竟然一句抱怨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是我學習 這是我的小孩 教我是怎麼去愛他的 我覺得真的是 滿感動遇到超馬 今天如果沒有超馬 我自己有時候在做心法 我會自己在做太陽心法 會不自覺流量 會流淚 我會一直覺得說 我很感恩太陽聖德老師 然後今天如果沒有遇到超馬 我沒有遇到小玉 沒有遇到洛華 我今天不是這樣子 或許我還是在那種抱怨的裡面 然後還是在那種負面的情緒下 然後再來就是 不知道怎麼去 去跳 去讓現在過得這麼幸福 所以我在做太陽心法的時候 在感恩的當下那個點 有出動到 我覺得會一直流淚 然後也很感動 就是覺得說 今天超馬 我有了超馬 然後我比別人更幸福 因為我 我可以去做一些 就像我們要去做 懺悔發言的部分 因為現在還是 我們進還是會有進考的時候 可是當下或許會被考倒 可是等到你要 就像一天後 就是自己的那種覺知力 會越來越強 然後覺得說 我好像又被考倒了 就會開始用要去做唱會 這是一直在進步的當中 但是我不敢說 我可以改變多少 我也是需要 以後可以越來越好 然後我要感恩盧州家人 真的是沒有你們的愛 我現在不會站在這裡 跟你們分享 感恩你們 謝謝 師兄 師兄 你今天看到我們雲姐 有沒有看到她變美麗了 她是因為看到她 苦瓜臉變漂亮才來的 她以前看到她就是 好像認識很久 然後都是苦瓜臉 現在有沒有看起來像苦瓜臉 大家 很美齁 我們宜蘭要再邀第二台車 有宜蘭的家 那個什麼親朋好友 還有家人的話 請你們就是可以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有 有那個 宜蘭車可以免費指導 還有門票你們都不用去 去那個什麼煩惱 我們都有準備好了 就是歡迎你們 就是可以一起來 就是邀約新朋友 讓我們有可以為你們的朋友 還有那個親人服務一下 感恩大家 那個麥克風給那個小玲 小玲好棒喔 你知道嗎 好 你要去前面 OK 大家都好厲害喔 沒有 你才三個月而已 你很棒 你知道嗎 她以前是需要她一個 也是在宗教界的朋友 幫她做諮詢 現在是她在幫她朋友做諮詢 好 來 謝謝 謝謝我們家人 大家好 好 剛好今天是我第三個月 對 進來這裡面 我們真的是要很感恩 陸華的這本書 我自己因為智慧不足 就讓她躺了一眼 也是一個靠近 讓我進來這裡 從我家庭 住家的不勝利 導致我的手 雙手都是開的 嚴重的焦慾 憂鬱 恐慌都在我身上 後來拿了這一本 超級生命密碼 想說 要與不要之間 就是靠我自己 後來我經讀了這一本書 打開了我的心門 讓我了解到 人生的禁 為什麼會這麼苦 後來我 跟上午下去 好想 加油 加油 很多的感觸 在這一本 所接到每一本的書 看的都會成感動 分享我這三個月來 我的奇蹟班 的改變 整個境也都變得很好 可以從我的書中 了解我們的身心靈 從以前的身心靈 還有我們的心靈上 真的是一團的黑暗 後來經由我們的 超級生命密碼中 學習到 我們不要再雷雷絲絲 在記憶卡裡面 我上了一層這樣的黑暗面 我們要把它心靈進化 讓我們的心更快樂 經由我們的改變 周遭而為的人也 看到我們的改變 也很多的驚喜 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 每天都用愛與感恩 愛的交難 感恩的交難 永遠不會過期的 在我們身上 在我身上發覺 我每天現在都非常的許業快樂 所以在發說的過程中 真的感恩到好多人 都願意自己來拿書 甚至在分享過程中 也真的 因為我們最真的是真的 真誠的心 能感恩到別人 就是真的 是在我們的超級生命密碼 才可以學得到 我也希望大家 都不要害怕 我們一起努力 在這個超馬中學習 可以看到我們生命的藍兔 真的 齊千般的也得出現 所以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們 好棒喔 然後她妹妹去到她家 看到她的改變 來來來來 再自己講 看到妳的改變 然後就願意接受這個 是不是這樣 對 我們家是公務人員 不要高一次 十分之 她們對這個有一點懷刺 後來是看到我的改變 她就說 欸 怎麼這麼陽光 怎麼這麼喜悅 她就把書背著 她說要幫我去普傳這個 超級生命密碼 哇 真的很感動 而且最近很多人都 都會跟我要說 我也很希望說 我能接餘很多的三音子 進來我們的圖書經營會 我自己也要如法實修 實修實念實證 讓我自己能精進 在這一塊 好 謝謝你們 好棒喔 她真的如法實修 她就跟著詩欲啊 若筒啊 然後她禮拜遇到了惠蘭姐說 惠蘭姐來去發書囉 你看 就是因為這樣發折 發折有沒有改變的 她本來真的是很慘欸 從我們 她跟我們同社區 她們是進來都是頭叮叮的 因為人生遇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困難 然後你看 才三個月 連到她的妹妹都看到 姐姐你變不一樣 而且我發現她完全不一樣 然後那天也是我們在 魯州國小前面遇到一個 她之前就是那個 好像在某個道場 什麼火之輩二三十年了 以前都是她在跟她 就是跟她說 妳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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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換她去跟她講 然後她就跟她說 妳怎麼會變這麼快樂 妳們那個系統有問題喔 唉唷 妳看進步得太快也有問題 我們也是很難做人欸 哈哈哈哈 好 那這是貴賓喔 這是秀山精英會的那個 那個召集 就是聯絡人 我們的佩芸姐 然後她多神奇妳知道嗎 兩天接了五台遊覽車 所以妳就知道她今天為什麼要來 跟我們 10天 10天 10天也很強啊 我接了兩個月了 哈哈 好來請她來幫我們做分享 來 老師好 宇宙天地大家好 還有超馬家人 全球超馬家人大家好 好 我來自中文的佩芸 那我也是跟瑞文一樣 三月進來的 可是我覺得瑞文呢 她的改變讓我更有動力 想要讓自己進步得更多 那我也很感謝 在板橋的精英會 聽到瑞文分享她 自己的懺悔的主題 那也從她的懺悔的方式裡面 學到了如何去懺悔 因為那這一塊喔 雖然自己有在做 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做得很到位 總覺得做了做了好像 很不踏實啊 就覺得怪怪的 但是怪在哪裡也說不出來 所以呢 一直都沒有任何的 像各位家人一樣 有那麼快速的感覺到 任何的什麼 那三月份到八月份的當中 都是我的觀察期 我沒有像老師說的說 只要你很真心 那你就可以有在七天幾天 然後就開始有轉變 沒有 我都我是相信 我沒有不相信 但是只是一直覺得說 這個都是你們的故事 但是在我的身上 並沒有像你們講的這樣子 那我也不是不相信 這本書裡面所講的 每一個主角 他們所敘述的 我都相信 只是想說 奇怪這些人 為什麼都這麼快速 那我自己好像 我也相信啊 我也願意去發書啊 可是好像在我的身上 並沒有發生這麼奇妙 這麼美好的事件 所以我已經就是到五月到八月 這五個月當中 我只是一直在觀察 但是我還是會去上課喔 我還是很乖啦 該上課的我會去上課 然後他們要邀約發書 我也會去發書 其實都一直在做這些動作 但是 沒有辦法真的把心門打開 那老師的演講 大型的演講會 我也去參加 六月二號 六月三號 我也去 八月二十六號 我也去了 就等於我都去了 可是 好像 還沒有什麼多大的作用力 在我的身上 那就像老師講的 行有不得 反球足跡 所以呢 這個 自己沒有什麼最大的改變 那就是在檢討自己 那剛好一直到八月份的尾巴 九月份 我真的全然接受超馬系統 因為真的發現在自己身上 有所改變 只是自己不自知而已 那為什麼會有所改變呢 因為 我有一個朋友 那他呢 下班的時候 或者他去做運動的時候 剛好我們附近有個校園 他就會去那邊做運動 然後他就晚上 剛好練我下班的時候 他就進來跟我聊天 他就跟我講說 唉 我已經有三十多年的那個 剖腹生產 後來因為造成脊椎 沒有辦法復原 然後疼痛的關係 就這麼久了 然後運動也運動了 腹筋也復健了 該吃的健康食品也都吃了 可是這個問題點 都一直都沒有好過 然後就講著講著 他就跟我講說 就在聊聊天 然後就聊到說 小時候啊 就覺得齁 對很多小動物覺得很殘忍 然後就講到說 他們喜歡抓蜻蜓 因為他們就把蜻蜓當成是一個玩具 怎麼說呢 他們抓蜻蜓之後 他說他們把蜻蜓的尾巴折掉 然後裝一個什麼滴心 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就讓它飛 當作是送信 然後到底會不會有活也不知道 反正就放蜻蜓走了 後來就我們在聊的時候 當下他就講了這一段事情 然後又講到他的健康問題 然後我也是很無心 我就說 那你怎麼不為你的身體做這個懺悔 我就這麼一句話 那他聽進去了 然後十來天主就他過來跟我講說 我好了耶 他很高興跟我講 我好了耶 我還一頭霧水 我想說 你什麼東西好 然後他就說 我的身體都不會痛囉 我本來坐著 那個脊椎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就很不舒服 我聽了之後 我就覺得 怎麼會如此 你們怎麼什麼都好了 而且呢 這個是我還比你早知道的耶 我自己都沒有好 那你們這個人也好 那個人也好 那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我等於是我把好事情 都告訴你們之後 我什麼都沒有 所以 我就心裡頭 其實也有一點點沮喪 可是我就想說 不對 那他都好了 那我到底好什麼 那我就回家就細細的想 欸好像耶 真的也有好啦 可是沒有相當好的這麼徹底啦 我就發現說 欸我的右手 平常因為工作的關係 還有一直就是老悟的關係 我的右手就是一直沒有好過 然後斷斷續續就常常要去做復健 也是一週要去兩次啦 到三次 那後來三月份到八月份在當中 我就會想到說 欸我的右手好像沒有常常去做復健了 那也感覺到說 欸右手沒有像之前那麼疼痛 那雖然沒有想到好的那麼徹底 我就如法泡吃 我想說 好吧 你餵你的這個 因為小動物 然後整掉它的尾巴 或許影響到它的脊椎 然後做懺悔 那我也來懺悔 可是我找不到主題 我不知道我這隻手要懺悔什麼 然後後來就想到說 欸對喔 小時候呢 因為孩子多 然後家境也是比較困難 然後呢 我的阿嬤就是等於是廟裡面的好柔心啦 就會常常去廟裡面去打掃 去擦一擦柱子什麼的 然後他就會去的時候一定會拜拜 然後拜拜的時候 他們就會買那個 我們那個年代叫做王子麵 然後但是那個王子麵 不能夠像現在的小孩子這麼幸福 想要吃就隨時打開一包就可以吃 那時候的王子麵都是 媽媽把它當成主食 再加一些麵條下去 才可以去食用 不能夠你想吃就給你一包 那但是 對這個東西小孩子都很愛 我也不例外 那很殘水 可是說不出口 因為我小時候很膽小 也很內想 然後知道媽媽不會允許 然後就 也很鬼靈驚怪 就趁他不在的時候 就會去偷偷的把他的王子麵拿走一包 但是他很聰明 他會去數 然後拿走了一包 然後我就會躲在他們能不能看到的地方 然後就偷吃 那等到我媽媽回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去數他啦 然後就 你怎麼少了一包 然後就開始問 你有沒有吃 你有沒有吃 你有沒有吃誰拿的 其實是我拿的 但是我不敢講 因為講了一定會被揍 所以我就說不是不是不是 可能是妹妹吧 好 結果被揍的都是他們 對 所以就為了這個事情 就這支右手 可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像我們都知道 從地址裡面我們有學到 沒有講 就拿 就叫做到 就是偷 所以也為了這個事件 我來懺悔 那我曾經在台北天原也講過這一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還不只這一個問題 我回家 我那天分享完之後 我回家我在想說 應該不只 我還有很多 只是我沒有想得那麼快 因為那天突然叫我分享 那我突然也沒有去準備 也沒有去細想這些 後來我回去的時候 我在想到說 對喔 不只這個問題 還有 因為結了婚之後 夫妻總是會有口角 那 我不會 我不會罵人 因為我罵人都會 大結 所以呢 罵 罵對我來講 是很弱的那一個點 所以我很不高興的時候 我就會拿 拿那個 臉盆 在那邊 丟 反正弄得你就不能睡覺 就對了 就宣洩我的氣 就對了 所以呢 也是因為這個 這個手 已經 物物都有琴啦 那這隻手 可能也 讓人家難受到好久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有時候去迪化街 像年貨的時候 他們都會放很多獅子品 就說 可以的話就獅子 那時候真的不懂 女生好像都會探小便宜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獅子也是你吃一個就好了 並沒有說要你拿很多獅子 那我們有時候就走過 嗯 覺得還不錯吃 但是也沒有想要意願用 就覺得 反正一路都有得吃 然後就要隨手抓 抓著就放在手上 就邊走邊吃 所以我就覺得說 也很慘 我也說自己有這種 太小便宜的心態 那進來超馬之後 聽了蔡里區老師的弟子歸 然後就覺得說 這些都是我們做人不該有的 基本態度啦 只是說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沒有這麼好的教材 可以讓我們做學習 但是也很高興現在說 遇到有這麼好的系統 有這麼好的內容物 可以讓我們訓習自己 那只要我們有心喔 我想什麼時候開始學習都不晚 就是差於你的真誠心而已 然後也是因為自己的手 開始變好了之後 就發現他說 懺悔真的有用耶 只要你找到點的時候 你就對於你的點 真心誠意的懺悔 發覺我的手就在當下就鬆開了 那個筋很緊的那個當下 居然就可以鬆開了 那讓我嘗到了甜頭 人都是這樣子 你自己沒有得到利益的時候 你不會很全然全意的去投入它 那我自己就當下發現到說 真的有用 這個系統真的是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然後自己得到改變 那我就開始很認真 很全然的相信這個系統 帶給我的奇蹟 那也在這個暑假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一台很老舊的那個 那個電風扇 那個頭其實都已經斷掉了 就想說其實已經有買新的啦 但是因為我的摩托車 還沒有辦法把比較大的帶過來 就想說沒關係 慢一點慢一點 然後突然有一天它真的不會動了 不會動 可是那一天天氣也很熱啊 那個冷氣還是不夠 那怎麼辦呢 就一直弄了半天就是 就是斷斷續續要動不動的那個樣子 但是它的那個頭的地方 那個真的現斷了 我就曾經聽過超馬家人這樣說 只要唸導師的名號 跟感恩視聚記會有奇蹟發生 我想說那我也來試試看 反正沒有試過 試試看是不是真的奇蹟會發生 如果會發生 那我可能會更相信一點啊 然後我就真的唸了感恩視聚記 然後又唸了導師的名號 哇神奇的真的 天風山就開始運轉了 對所以就剛剛好幾個點裡面 就讓我發現到說 欸超馬這個系統你真的是很棒 我也真的是很願意的去分享 然後九月開始 就九月開始我就真的是很認真 就自己會找一個時間點 然後自己去自己一個人啊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跟太多超馬家人 去發書的時候太多人發 然後反而點都佔滿了你更不好發 所以而且那個時間點一過之後 就沒有人發書了 那時候我就會錯開他們的時間點 然後自己去發書 然後剛開始都被拒絕 然後一直到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的能量好像變得比較強了 因為我在發書的當下 我不只只有發 趕快你趕快拿走 我可以發下一個人那種感覺 會告訴他說 這是一本正能量的書 好書跟大家分享 然後願意接受的人會很多 所以很快一個小時 或者不到一個小時 就可以把我所帶的 這樣子兩百本的書就發光了 對所以就覺得說 欸真的從剛開始 站在門口一個小時發不到幾本書 然後越發越心虛 就覺得人家都不願意拿 還站在那邊看我 然後我發的這個書到底 會幫助人家什麼自己也很害怕 因為自己還沒有真的得到實證 但是知道說這本書很好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 我自己感覺也良好 所以呢就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到後來十月份的時候 我們福華有一個分享會 那我一直很想要把這麼好的東西 就分享給大家 那時候我自己設定了 要分享一百個人 自己設定 但是拒絕了被我拒 人家拒絕了我很多 最後到分享會的人 只有二十幾個人 對然後就覺得說 好像自己想要跟負能量講的 想要旅行的並沒有做到 但是我也覺得說 我很誠心在做也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 他們都答應 可是臨時都跟我說 有事有事有事 都沒有辦法去 後來我就想 那沒有關係 我就剛好 也聽到暑假的當中 我有兩個月的時間 幾乎每個禮拜六 我都會去天原文化 聽導師的那個工修會 然後也從老師的工修會裡面 聽到說得之良酷很重要 那很多事情印證當中 我會覺得自己的得之良苦 真的很缺 很缺 可能比在座的人都還要缺 因為雖然我不會罵人 可是我的意念很重 對於我自己不滿意的 我就會用 我就會想他的不好 但是從來不知道這個是在自己漏得 因為我就覺得我很善良 因為我覺得我也不罵你們 我只是想一想而已 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覺得自己非常的善良 而且我就覺得說 我吃了十幾年的素 88年開始我如素到現在 我就覺得說 我比其他人都還要更善良 因為我沒有殺生物 我沒有吃那些小動物 我讓牠們的命都保住 我比牠們任何人都善良更多 這個是我自己不對的思維 因為並不知道說你的意念會比你的次數漏得還要來得更快 後來也是因為共修會的關係 然後保證了就是改變了自己的思維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們今天很有幸可以進入到超馬這個系統都是我們的福分耶 因為我們從完全不知道的無知的一直到現在我們很有智慧的去辨別很多的事情 然後呢我也因為10月6號沒有促成我可以分享到100個人到佛華文教會館 所以也知道說自己的得志良不夠位的時候 老師說累積得志良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接引人 那我就很想說那可以利用12月22號這個大型的聚會 我們可以接引更多人 所以接引人變成是我的目標 然後我自己也設定我10月份100個不能到人 我希望能夠在12月份能夠做到100個 但是我不知道人在哪裡真的就只能早做早 但是我的家人都拒絕我 對因為他們曾經參加6月份 但是他們覺得那一場對他們來講沒有多大的收穫 因為他們覺得很吵都坐在外圍 然後什麼都聽不到亂轟轟的 所以他們覺得說不要你們自己去好了 反正我已經有去過了 所以他們都拒絕我 那我就想說那沒有關係啊 他們拒絕我 然後我也跟在做心法的當下 我曾經也跟我的父母那樣就是講過 我想要接引這麼多人 也跟太陽光光講說 我也很想要能夠有這個能力 然後藉由這個機會累積我自己的福德之良 然後也曾經在心法的當中 我也曾經跟宇宙天地講過說 如果我的能力夠的話 我真的願意成為宇宙天地的左右手 可以讓我能夠把愛跟感恩這麼好的東西 可以藉由我的手分享到更多人 然後藉由大家 藉由的方式可以傳遍到全世界 這個是當下我曾經有過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後來就有一天接引我的 就是我的貴人金幣園長 然後他跟我講說他的朋友發信 發信了多少張的票 然後想要就是請我們看看哪裡有團體 他們願意把這個愛心票分享出去 然後就到無意當中我就想說 好啊我也來試試看 那但是附近的里長他們都去找了 因為很多人都去附近的里長找了 那我就想說他們找的結果 並沒有這麼的完美 那我自己也想說 那我可以自己從手機裡面去看看 哪邊還有什麼什麼樣子的里長 可以去找來問 然後其實我的手機不是很會用 我對手機真的概念不是很強 就最基本的我會用 然後在搜尋的時候 就突然就跑出那個畫面 那那個畫面跑出來之後 我就把它資料全部都抄起來 抄起來之後我就開始 從這名單當中找到我想要找的人 然後我想說這個說實在話 也不是真的是我找 我想說可能就是太陽公公借由我的手 然後找到這個名單 然後由我來把這個訊息發射出去 那他們都當場就跟我講說 好啊我幫你接引幾部遊覽車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並不是我比較厲害 說實在就是很感恩天地給我這樣的機會 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累積自己的福德資料 好那但是禮拜二那一天喔 剛好有兩個單位他傳來給我 他說12月22號發現是冬至 那我說冬至怎麼樣呢 他說冬至要記住 好所以呢變成很多家人都必須要記住 就這個行程可能就取消了 好那那一天我聽完之後 其實心裡頭也很慌 就覺得說我已經設定好的人數 怎麼現在又開始有變動了呢 然後禮拜三我真的是很慌 可是一直到了禮拜四之後 就昨天 昨天有禮拜二很慌 然後昨天我上完我們的精英會 我們秀山的精英會之後 我突然自己有一個idea 我就自己呢靈感來了 我就開始自己打了一篇文章 然後呢傳過去給那邊的理事長 但是他們並沒有拒絕我 他們說好他們再考慮看看 那我可以把我的這個文章 就是公開出來給大家就是參考一下 那剛好那一天是昨天啊 昨天是剛好我們精英會結束的時候 突然就這個靈感就出來了 然後我就開始就打這些人誌了 那我首先我要是跟大家說 理事長我完12月22號禮拜六 冬至很多人的家庭都要記住 但知道這場音樂會的殊勝 都會利用早上的時間記住完 告知祖先要參加這場正能量的 身心靈音樂會 也歡迎祖先同行來接受靈的洗滌 祖先也都歡喜參與 那這場音樂會沒有牽涉任何的宗教理念 純粹只是音樂會 但它的能量場卻會讓人發喜充滿 療癒靈魂 今年6月2日3日 在板橋體育館參與過的朋友 反應到身體的疲勞疼痛 盡可因這場音樂會 而得到不可思議的療癒而改善 在眾多的名單中 找到理事長的協會 我想這就是緣分 看到理事長的照片 被家感覺歡喜親切 更希望將這份得來不易的愛心票 能分享給理事長及李明 也真誠地希望理事長 這一兩天重新考慮參與與否 但可以很肯定地告知理事長 參與的李明一定會非常非常非常地感恩理事長 帶領他們參與這場殊勝的音樂盛會 另外藉由這場音樂會 讓李明重新了解到身心靈聚合的重要性 也可因這個機緣 讓更多李明的家庭找到真正的幸福 大家功德圓滿 真心邀請理事長 親身體驗一場不一樣的音樂會 改善 這個呢 是就是 靈機一動 可以拖嗎 可以拖到我們群組嗎 可以可以 好 那這個是我自己靈機一動 然後就想說 我應該要有這樣子的需求點 然後再告訴他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音樂會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用這樣的 因為對於另外一個里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很要要他 但是他也跟我講說不行 所以呢 我也用類似這樣的方式也要了那個里長 但是我的寫法又不太一樣了 那這個是我寫給另外一個里長的 我就跟他講說里長好 其實真的是有一股力量要我催出他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我說里長好有股力量催出著我 必须再更清楚地介绍这场音乐饗宴 今年6月2日及6月3日 在板桥体育馆的这场身心灵的音乐饗宴 从原本计划3000人参与 到最后体育馆爆满将近6000人 最远的人来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只因想参与这场苏聖的音乐会 一样是音乐饗宴 全来不一样的全新感受 藉由歌声将正能量导入心与灵 洗涤疗愈千年万静 烙印在灵魂记忆体的苦痛 参与过6月份的朋友 有反映到身体的疲劳 然后我就说参与过6月份的朋友反映到身体的疲劳疼痛 尽可因这场音乐会而得到不可思议的疗愈而改善 另外借由这场音乐会让李明重庆了解到身心灵聚合的重要性 因李长您的职务想借由您的手带领您的李明 真的找到真正的幸福人生 大胆的保证跟李长告知 回来的李明会非常非常非常感恩您提供这样的讯息 让他们有机会能参与 所以真心邀请李长亲自体验一场不同 反显的苏生音乐会 就是因为职务不同 所以我就会在内容有做修正 那我的文笔也真的没有那么好啦 所以呢这个突然的灵感我在想 也不是真的是我 可能也就是借由宇宙电地传给我的讯息 必须将我的手 然后呢把它借由这个文章然后PO出去 对所以呢也经过我这样子的PO出去之后 他们都没有再马上回去我 但是也可能也在重新考虑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传讯 然后昨天让一个功德会的秘书长 非常的有兴趣 急得想着与我 然后了解我们的太阳圣的老师 跟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那其实对他来讲我也是陌生 都完全不认识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分享之后 他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系统 所以他就是急于想知道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可以借由 就是大家的认同 但是首先一定要先自己受益啦 就像我抽到牌咖里面 先得到小诚 自己收益之后 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么好的东西再广传出来 因为你自己愿意证实真的是如此 你才有办法真诚地打动对方的心 对所以这个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让很多人就是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虽然被他们退了两步游览城 但是我不担心 因为后续还是有很多朋友 零零散散 就是朋友都会加进来 所以就是很感恩天地 然后呢也感恩超马的家人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超马的家人的 这些安心票权 可以让我们这样子的分享 我想我想我可能也还在原地走 不知道如何走出这一步 也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德质量累积的更厚实 所以都是要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默默付出不拘公的超马家人 对感恩 谢谢 有没有超级棒的 那请他好传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广传到我们所有的朋友 跟我们的群组好不好 哇 还剩下两个礼拜要不要加油 要 老师说假如到时候椅子坐满的我们坐哪里 地上 对 假如里面的地上也坐满的我们坐哪里 天花板 哦 好 非常感恩吴佩云 她是不是非常棒 我们再给她热烈掌声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我想要问一下佩云 请问您有如法实修吗 我有如法实修 好 其实 好 其实我刚开始 就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在做心法 但是就是因为 在做心法的当下 总觉得好像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但是也不知道哪里不对 真的不知道如何做才叫真正的对 然后他们说可以听淡淡机 然后我就学了用淡淡机 可是当你的负能量很重的时候 得知了不够的时候 你在怎么听你好像会漏掉一段 好像该听的人都不会听到 不该听的人都听到了 都接收到 所以我也都听啦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好像在自己的身上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可以后续可以这么的 让我在忏悔这一块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 真的要感谢瑞文 因为瑞文的分享 让我知道找到一个诀窍 让我知道怎么去做到这一个点 但是还没有办法像他做得这么好啦 真的这个要自己要忏悔 对 好 谢谢 一定可以的 那因为我们在操嘛 大家都知道吗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那为什么要如法实修 因为我们要接通天地的源头 都不是我们厉害 都是导师跟天地 刚刚佩宇也有说 他那个讯息来了 他就知道要这样子写 那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没有做 没有如法实修 他不会来喔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是这个点 每一个人都可以 好不好 你们相信自己 相信天地 你们相信导师 因为导师都一直这么说 我常常在跟若华聊天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 老师就这么说了 我们就这么信了 就这么做了 就有了 那我觉得佩宇是一个非常棒的视线 再给他掌声 那接着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招募 志工 那志工现在不是我想做就做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人这么多 我们要的志工是 每一个人都有如法实修 因为那天有一万五千个人 而且呢 我们所有的精英志工 也许都到现场了 那我们的那个游览车啊 你们不用怕说 我一定要请若华代步游览车 若华一定没空 我也一定都在现场 所以你们就请那个单位 那个车子里面呢 一位让他负责点名 上车下车 你们只要把人 带到导师的面前 自然天地导师 就会帮我们教化他 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不只志工哦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家人 请大家都要如法实修 因为刚刚我觉得佩云有一点讲得非常棒 我们每一个人都视线啊 那天22号的时候是不是 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们邀约的游览车 通人都来了 那他们看着谁 请你比比自己 就看着你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哦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今天开始都要如法实修 好不好 我们这么辛苦去广传这么多人 来的人我们希望他留下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好的东西 超马再传出去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 不管你是不是志工 你就是超马人 你就是要如法实修 好不好 我们说好哦 从今天开始哦 从今天开始哦 尤其是你有在被点到说你要当志工的人 那现在志工我们都要审核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努力好不好 不管你是不是志工啦 你今天已经是超马人了 你就是志工了 你站在那边坐在那边 你的一眼一醒 就影响着我们这些所有的新朋友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那我们上回有提到共振哦 大家如法实修是不是一个共振 是 我们每天都如法实修 我们连接天地 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导师的能量场 因为如法实修 你的能量场才会上来上来上来 那天的人 我们不用说什么 他就留下来了 还是你要跟他讲一个小时 讲十天 我们不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你只要把自己的本分 刚刚有没有听到 本分哦 就是我们该做的功课 我们把它做完了 自然而来 那天能量场这么的好 该天地的种子 他就留下来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 拜托大家 我们大家一定要努力哦 这很重要哦 因为那天每一个人 尤其是我们如州读经营会的家人们 我们平常都这么精进 我们接着下来 每一天我们都要这么精进 好不好 好 举手一下 我们要一起共振的举手一下 跟美术一起共振 跟若海一起共振 跟导师一起共振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每天你在做心法的时候 你在发愿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的来发这个愿 感恩大家 大家一起加油 感恩每次好 为了自己 为了这个地球 我们就一起努力 好不好 好 好 那最后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请那个丽玲 她特地来 然后她有一点点惊喜 请她来 麦克风赶快 因为然后没有很多时间 请你帮我们剪短的 分享一下来 老师好 各位丛马家人好 因为你们都分享的很好 所以我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但是我这次来 我有特地 又更用心观察一下 我发现那个锐文变好漂亮 然后我发现那个 美柱 你自己没有发现 变好白好漂亮 那其他的人 因为我不熟 那我就不要讲这么多 那其实我跟那个 佩云 我跟她的有点像 就是我是那种拿到书 那我是相信的 可是我并没有说很快的 就很积极的加入 因为我也是会观察 可是心法什么我也都有做 然后我也是 我分享的人他们都惊喜很多 可是我也是觉得说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后来我发现一点就是 其实就像她讲的 那个感觉 也许你没什么感觉的人是 不好意思我要讲 也许我是比别人性格 我可能我不缺这个 我也不缺那个 那只是我自己又更hold住了这些东西 可是也许本来这个 我们不是说五轮是不是 也许我在这个当下 我可能会掉一个东西 在那个当下 我可能又应该掉一个东西 那可能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 可是她全部都hold住了 那因为我其实很早起来的时候 我有分享过 我儿子西班牙的事情 那其实那时候我自己是很惊讶 因为他跟你儿子去西班牙 我舍不得 所以当下我有起一个烦恼性 我希望他别去 结果他们真的差点分手了 可是后来我又赶快忏讳 结果他们就去了 那其实 其实我觉得各位都有很好的惊喜 那这个惊喜要永远记得 那我现在所做的东西 当然我有一些生活上的考验 比如说小孩在国外 他感情的事情 那做妈妈的当然会担心 因为有小三介入 那那你怎么办呢 你自己的小 如果是自己的老公的小三 你都不一定解决得了 对不对 何况是孩子们的小三 你可能好像更难吧 那当下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劳看书 跟听录音档的人 所以我不管吵擦啦 做什么我就是听 那也许当下就觉得说 哎好像有听了 有听了到底有作用 那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就跳出一句话说 自己要跳脱 自己不要陷进去 因为你做妈妈的能量场 如果强的话 你一定可以把这个能量场 无怨佛界的 散播到你身边的人 尤其是你关心的人 所以孩子的这个事情 就圆满了 那那天我来发誓 跟若华我们又谈了一下说 哦那个灵魂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不是像很多家人 这么会分享 可是后来我 我看他论文的改变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泰能量场这么大 我前两天去度假 因为生日 所以孩子们送我那个度假的票券 那那个风也很漂亮 我在拍当下就有个光线透镜 我说那怎么不漂亮一点 我可以拍个太阳 传回传到西班牙 给我的儿子多好 就我有分享一个照片 那个阳光 本来是这样一小凤 突然变好大一个 有看到 有看到 后来我又到那个 离山过以后 到那叫 荒湾山底上 那上面 那个太阳真的是 他是在云海上面的那个阳光 你很难形容 云海上面怎么会有阳光 而且他是金黄色的 我有拍了六张 我记得我有分享 金黄色的太阳 我真的当下就很感动 我说 那我一定能量满满的回家 所以我 我是那种很听话造作的人 就是 我大概一个小时过以后说 你要描描感恩 对不对 你赶快把感恩经过的美好的事情 阳光啊 空气啊 水啊 所有好的东西 我都做一次很深层的感恩 那 当然我们在路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 你比较可怜的流浪动物啊 或有一些 你觉得说他们比较没有智慧的事情 那当下就赶快自己 希望大阳光光 希望导师的能量 希望宇宙的能量 希望宇宙的能量 都可以分享给他们 但是自己 以前在看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会说 怎么这么笨啊 那个 这怎么做就好了 你好像自己就参与进去了 但是这些好像 书上说的因果 或者是负能量 可能 如果它改变了 可能 能量就是 这个负能量就是你接收了 可是我当下就说 千万不要喔 我只是告诉你们 怎么用这个方法喔 可是我没有介入喔 我都会在心里一直讲喔 天啊 地啊 所有的人是我都没有介入喔 我只是把这个好的能量 带给你们 我祝福你们 也祝福我自己 所以我现在的感觉是 我会 当然因为孩子的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就希望说 我怎么样去累积着更好的 更好的能量跟德子量 所以我就跟小玉说 那我跟你去发书 其实对这一点我是有点抗拒 因为我觉得说 我不是那么深入在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要去分说好像 有那么一点那个 身份不明啦 可是后来我就 我自己想太多 因为那个洛华都拉走 我就会很开心 那回来我还是很开心 就是我不要讲的是说 可能我自己没有很多 很多就是 像瑞文一样 那么大的改变 可是我一直追 遵循着这个方式在做 就是说 不管说我今天是 面对家人 面对外人 或者是面对的情绪 或者是 任何一丁 一丁一丁一丁点的负能量的时候 我都不希望他留到你 我都希望当下解决他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你心要掏空 要干净 你才能够有更多的空间 去储存这些能量 那你不要觉得说 我怎么好像做了 十遍二十遍三十遍的心法 好像我没有什么感觉 那其实也许你到第三十遍就有感觉 也许你做一百遍 你感觉到一百零一遍 那个感觉就是翻天过去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但是我并不会像人家说 像有些那个宗教 讲的跟神通一样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多感觉 其实你只要每天真的 你有在练心法 你有静下来做 做那个感恩的时候 忏悔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会有感觉 你今天得到什么 那你今天有什么没有做到的 但是你有把他实修做到好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好 好 那我刚刚听了他的分享 我只觉得苦是一个礼物 想知道为什么会坚持到现在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苦 我没有录了 所以我很认真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 哎呀 我为什么要去发发书 我为什么 我觉得我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苦 我好苦喔 我跟瑞文一样好苦喔 他来的是充满的焦虑 为什么云杰他会那么认真 因为他也好苦喔 他苦瓜里苦了十几年 为什么你们没有那么认真 因为还不苦 当你苦的时候 我跟你讲来不及了 真的不要等苦来了好吗 好不好 真的 苦的时候会让你 我水渐到这里耶 真的 真的不要那么苦 你就看到那么多人 都已经那么幸福了 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得太多的 没有吧 真的 真的不要再跟自己 过意不去了好吗 就去发发书 就去听音档 而且要认真的 速度快一点 我一定要再讲一句话一句就好了 因为我在书上跟录音档上 都看到一句话 不断的跳出来 你要提前和解 这个很重要 对 一定要提前和解 就是刚刚讲的 你不要觉得说 我像什么都有了 但是哪一天来的时候 你会来不及 所以要提前和解 真的 真的 就是这样 好不好 大家要不要得多一点 要 要不要全方位的富有 要 哇 那就太幸福了 你们知道吗 真的很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很感恩今天大家的餐具 有没有觉得能量满满 有 收获满满 有 幸福满满 有 很开心 感恩大家 然后我们最后来唱一次感恩导师 具体来做 今天最后的结束 来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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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切有了桥干 好 感恩 然后突然又想到还有一个更苦的 那个前来第四期的 一直追钱苦不苦啊 好苦啊 真的 我们要离苦得了就在超马 好不好 我们真的苦够了 所以我们不愿意再回去过那种苦日子 但是我们找到超马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那现在你觉得你还非常的OK的 请你赶快跟着做 为什么 有时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感恩导师 那感恩若玛 一直的带领 好 那我们接着要照相 喔年轻人 我们下轨的带预养 每个月 都已经不轻败了 我们下轨的带领 我们下车就能够试 file 好 欢迎看到